哈囉,歡迎收聽Just Talk Radio,焦土客,我是蘇蘇 下一次呢,我在節目中跟大家分享了一個很有倡議的 RunP,一個電影的手機程式 今天我們的主題呢,是要聊兩個有關於資料統整的app 這兩個呢,都超級實用的 就是不管你是大學生啊,還是你是已經要出社會的上班族 都可以用得到 那像是可能大學生老師嘛,在上課,在寫白版的時候 上面就會寫說,幾月幾號啊,我們要交期末報告的繳繳期限 這樣子,都會上面做記錄 或者是說呢,你考試的時候,然後你沒有買書 你要跟人家借講義來拍,或者是拍人家的筆記好了 你如果用拍照的話,如果是講義的話 可能有的講義它印的那個,內頁夾得很緊 所以你要拍的時候就會拍得比較模糊一點 或者是說你今天要拍PVT啊,那可能會有燈光啊,反光的問題什麼之類的 就不會這麼的清楚 這個時候呢,我要介紹的App就非常的好用了 它叫做掃描全能王 這個程式的外觀就是一個黑色的底 然後上面有CES的縮寫字樣 掃描全能王,它就是一個手機版的掃描器 那你可以用這個軟體做拍照 或者是說你可以已經把拍好的照匯入這個App裡面 它就會把你的那個拍完的圖呢 或者是你匯入的圖掃過一遍 它掃過重新跑出來的圖呢 超級的清楚 就是你真的很像是你在電腦上面 用電腦掃描出來的樣子很專業 講義就算了,如果說是手寫那種的話啊 就更誇張清楚了 就是連那個對方他寫的一筆一畫 哪一個地方筆畫下去比較重 成績都會看得一清二楚 那你在拍完照以後呢 就是它會有一個類似美肌功能一樣 會有一些模式可以讓你選擇 可能是什麼黑白啊 或者是加強這種的 你就選擇那個 這些模式沒有像 當然沒有像美肌一樣這麼多種啦 就是有一排讓你選擇 你可以看說在哪一個模式下面呢 會讓你的文字或者是圖片看得最清楚這樣 最酷的就是呢 它還有一個功能叫做OCR文件識別 這個OCR文件識別 它會幫你把你拍照照片裡面 那個文件裡面所有的字都掃描統整出來 那而且還有很多語言可以選喔 就比如說我今天拍的是一個 法文的講義好了 它就會在那當然你在那個 文件識別語言的選項裡面呢 你就要記得勾選法文這個類別 那你在拍完這個法文講義以後 你按你的那個OCR文件識別 它就開始讀讀讀讀讀讀 所以還蠻少見還蠻酷的啦 可是這個功能的話用在講義會比較好 因為像我自己之前掃描那個OCR文件識別 手寫的話就是很容易會有那種 要嘛就是它讀不出來 要嘛就是它會呈現一個亂碼的狀態 因為畢竟每個人那個手寫的那個方 筆畫啊或是字型都不一樣 所以它可能不能那麼精確的讀出來啦 因為印刷的話就是公公整整統一的那個字型 所以如果說你要用這個OCR文件識別的話 是比較推薦用在書本印刷的 會比用在手寫的效果還要好很多啦 好所以我們整理好我們的文件以後呢 你就可以做很多的動作 像你要傳到email裡面啊 或者是你可以上傳雲端 列印存到相簿都可以 然後這些檔案的話 那些模式你可以還可以選說 你要存成PDF檔 或者是你要存成照片JPG 都可以讓你做這個選擇 我覺得最棒的是呢 它這個掃描全能網裡 你用好的那個文件可以直接共享給別人 可是像我們就是之前有介紹一個奇妙清單 可是它那個app就是它可以共享 你的清單給別人 可是如果呢你要共享的話 對方還要下載那個軟體才可以用 可是這個掃描全能網呢 你要共享你的那個資料給別人的時候 你只需要輸入他的email就好了 然後對方收到email之後 他就會說誰誰誰啊邀請你就是看這份文件 可是對方呢不需要重新下載這個軟體 他只需要註冊就可以看到檔案了 而且他這個註冊不是說那種很複雜很多要填的那種註冊 只要打帳號跟密碼10秒鐘就解決的東西 他就也可以看得到了 而且就算即使我今天是用那個手機的程式去發送這個軟體去做共享 他今天也可以直接從電腦上面 然後直接從電腦上那個收信息收email 然後從email裡面的連結點進去我的這份檔案 他也可以讀得到不是說他一定也要用手機或什麼的 而且就算是他用電腦我用手機 我們的同步的那個速度也很快 比如說我今天發現啊我傳錯照片了 我不是要傳這一份文件 然後我要把我原本第一份傳的刪掉 可是我朋友呢他在電腦上已經開啟這個檔案了 那我在我的手機上面做這個刪除的同時呢 他的電腦上面也會立刻顯示說 欸資料作物那可能是對方已將資料刪除 就是即使我們是用不同的東西使用 而且他也沒有下載什麼軟體喔 但是他這個同步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所以還蠻方便的 而且他檔案的那個設定很詳細 超級詳細 就是個人化設定很多啦 有管理類的設定啊 儲存啊 扫描的 就是你可以慢慢一個一個自己去給他選 所以不管是說你今天只是純粹要分享這個筆記的內容啊 或者是你要寫一個比較正式的作業 這個軟體他都可以很方便 而且他的這個空間超大的 裡面可以存的那個文件的量很大 而且就算是你今天文件真的是用到一個極限不夠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就是他有這個直接上傳Dropbox或者是雲端的功能 所以你絕對不怕說你今天拍了幾百頁的講義不夠用什麼的 就是一定是夠用的啦 所以推薦給現在就是很需要做一些資料統整的大學生 我覺得這個軟體的話是很方便的 因為他真的是超級清楚超級清晰的 不會讓你那個如果用手機拍照那個講義 然後一直這樣拉大放大看說他到底那個字是什麼字這樣子 就是很實用啦 那在這麼專業的掃描全能王呢 我接下來要分享的第二個很實用的App 它叫做Converter Plus C-O-N-V-E-R-T-E-R 然後一個加的圖案 這個軟體它的外觀是一個黃色的底 然後上面會有兩個白色的菱形交疊 Converter Plus它就是一個在幫你換算的程式 那換算的那個單位 當然就是最基本的有什麼長度 換公分公尺啊 溫度的話就是有什麼華氏 攝氏 匯率它還會就是同步現金 當下的那個匯率的可能美金跟台幣的比率這樣子 更酷的是它還可以幫你算錢 就是可能今天一群人出去吃飯好了 然後大家說要評分 然後還包括小費的話 它可以幫你算出來說 每個人大概就是要花 要給多少錢 然後連那個小費都可以算到 就是還蠻直接的 不會讓大家因為錢而感到說很亂啊 或是很尷尬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它可以幫你算你的那個貸款 就你只要輸入說你今天你的房屋 我租房子好了 然後它就可以輸入說你的那個租金啊 多少錢它可以幫你算出來說 你今年的什麼利息啊 一個月要繳多少的利息 還有多少的稅 就是完全的幫你算出來 就是還蠻少見的啊 這種功能的手機程式 就是不會到時候會漏掉任何的重要的消息這樣子 而且你這個只要輸入一個單位 它其他的地方就會立刻幫你自動換算 就比如說我今天輸入 我找時間的換算好了 我在星期的欄位呢 我打1 它在其他就是可能天數的欄位 它就會自動換算成7天 那小時的話它就會自動顯示168小時 就是會立馬幫你轉換 你只需要知道一個單位就好了 就不用知道很多消息 它就會立馬幫你算出來說 那其他的是等於什麼單位這樣子 這個APP裡面它總共有10個類別 每個類別裡面都會有分 就是有已選定的類別 或者是沒有未選定的 那已選定的話就是可能它覺得說 你平常日常生活中是比較可能會有需要用到的 就它預設裡面的程式預設的 或者是說未選定的話就是有那種 生活上可能會比較少用到 就比起我們剛剛那個掃描全能王 但是一旦你真的要用到的時候 它就會覺得很方便啦 那我今天的節目呢 差不多就到這裡啦 就是這次跟大家分享兩個比較實用的手機程式 希望能夠真的是幫助到大家 讓生活比較方便一點 然後學業上面也比較實用啦 對 Just Talk 我是蘇蘇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拜拜 拜拜